一辆小轿车在寂静的夜色中剧烈地震动着 一个赤手空拳的女人正和一个手拿匕首的男人一命相搏 虽然女人的大腿被划伤 但很快男人就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女人捡起地上的手枪就顶在了她的脖子上 女人名叫丽莎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五年前 她和丈夫刚给女儿过完生日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路中的一辆黑色轿车缓缓经过 两把冰冷的冲锋枪从车内伸出 对着她们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丈夫和女儿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 由于丽莎走在后面侥幸逃过了一劫 但丈夫和女儿却永远地离开了她 佛波勒也很快胆到现场 将重伤的她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等她清醒后负责此案的探员 告诉了她家人遇害的真相 原来就在几天前一个朋友找到丽莎的丈夫 想拿她入伙去偷当地一个黑老大的钱 让她负责开车 为了家人的安全 她再三考虑后果断拒绝了朋友 但没想到事情败露 黑老大抓到了丈夫的朋友 毫不留情地将其杀掉 为了杀一紧百才会对他们一家下了毒手 佛波勒也很快抓获了部分嫌疑员 丽莎也顺利地指出当晚的几名凶手 等待法律还自己一个公道 开庭前对方的辩护律师找到了丽莎 拿出一打钱给她希望她能开始新的生活 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花钱解决此事 丽莎气愤地将她赶走 她要为丈夫和女儿讨回公道 法庭上律师以丽莎患有精神疾病为由 认错了凶手向法官提出了诉求 令丽莎没想到的是 法官居然采纳了律师的提议 当凭宣判几名凶手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很明显法官也已经被收买 面对着不公平的审判 丽莎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她愤怒地向凶手冲了上去 却被警察拦住将她垫倒在地 接着还要将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残酷的现实让丽莎感觉到了绝望 于是她打倒了看守的警卫 跳下车迅速逃离了这里 她知道只有活着和自由 才能为丈夫和女儿报仇 她发誓要让这帮家伙血氧蛋鞭天 五年后的某一天 游乐场的摩天轮上 三具尸体被倒挂在空中 正是当年被判无罪的几个凶手 而杀他们的人正是丽莎 经过五年的隐忍折服 丽莎早已脱胎换骨 和当年那个柔弱女子判若两人 她收拾好各种武器装备 看着丈夫和女儿的照片 开始进行下一次的复仇计划 而另一边丽莎已经引起了佛波勒的注意 经过调查 他们发现丽莎在消失的五年里 去过很多国家打过全赛 几个月前还盗窃了一家武器商店 拿走的大批军用武器 很明显她是回来复仇的 此时的丽莎已经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正是当年被收买的黑心法官 她将法官的双手用钉子捞捞钉死 又在她的身上绑满了炸药 面对这个腐败的法官丽莎 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她就拨通了引爆炸弹的电话 佛波勒也很快收到法官被炸死的消息 他们对丽莎下达了全程通缉令 而丽莎这边已经盯上了黑老大的金库 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黑老大 她伪装成乞丐向两个看门的守卫慢慢走去 两个小喀拉让她赶紧滚蛋 丽莎拿出匕首握紧拳头 趁其不背上去就是一拳 对着另一人的腰子就是一顿乱动 转身就是一脚小腿飞了 对着脖子再来一刀两个喀拉命 直接告别了地球 接着她来到二楼打开房门 观察着里面的状况不料却被发现 她果断将门把手打坏 里面的敌人迅速向门外疯狂射击 而枪声也惊动了楼下的一群喀拉命 丽莎察觉不对转身对着冲上来的敌人哭吃 就是一枪小喀拉隐恨了西美 另一个刚冲了上来丽莎又是一枪将其解决 然后她纵身一跃直接跳到了楼下 一枪打脚接着又是一枪爆头 胖子健壮吓得对着货架就是一顿乱射 可最终还是被丽莎送去里面喝饭 面对冲来的喀拉密莎越战越勇神 挡杀神佛挡杀佛 没一会功夫就解决了全部敌人 最后她又回到楼上快速解决掉两个敌人后 用笔手逼问出黑老大制毒基地的位置 转眼这个家伙就回来给黑老大汇报 自己把当年的事情全部交代 可结果她就被黑老大送去领了喝饭 随后黑老大便安排手下前去制毒基地 守住带兔干掉丽莎 晚上丽莎果然来到了黑老大的基地 她打开后备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武器 小心翼翼地来到基地内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突然她看见了隐藏在暗处的炸弹 意识到中了黑老大的圈套 她赶紧逃跑找地方躲避 而基地外面的小弟也看见 她的身影立刻按下了引爆按钮 伴随着一声巨响 基地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而两个小弟以为自己完成了任务 向老大汇报了情报 躲过一劫的丽莎从下水道爬了出来 随后她抢了路人的一辆车 向两个小弟追了上去 接着在一个拐角处 直接超车将他们的车辆拦住 两个小弟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就被丽莎送去领了喝饭 完事后她去车来到了黑老大的别墅 她要让这些人渣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哄 漆黑的深夜一辆轿车向别墅缓缓驶来 看门的守卫以为是同伙回来了 结果被躲在车里的丽莎轻松解决 接着她利用汽车作为掩体开始收割卡拉米 没一会功夫外面的敌人就被全部见面 黑老大吓得赶紧让手下将屋内的灯全部关掉 而丽莎也悄无声息地来到别墅内 黑暗中她遭到敌人的偷袭 在缠斗的过程中丽莎抓住对方的胳膊直接将其掰断 夺过手枪直接两枪送走一个 转身又是一枪抱头小卡拉后悔偷袭 随着最后一名小弟被解决 黑老大吓得赶紧开枪射击但很快就没了子弹 而丽莎也举枪来到了她的面前 正当丽莎要干掉黑老大时一个小女孩却突然出现 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女儿 黑老大趁机拿起匕首对着丽莎就是一顿乱动 随后抱起女儿迅速逃离了这里 而佛伯乐也马上就要赶到 身受重伤的丽莎拱下山坡亮亮呛呛地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佛伯乐也找到了丽莎的面包车 并在车内发现了大量的武器 女探员提议立即对这里展开监控要活捉丽莎 她想让丽莎提供黑老大的犯罪证据将其绳之与法 就在她刚要准备上车时同时小胡子叫住了她 下一秒 原来这个家伙和黑老大是一伙的 当年丽莎的家人被害时就已经被收买 她把丽莎的位置告诉给黑老大 老大立刻带着3000名小弟赶了过来对整个地区展开了搜 一个小弟通过地上的血迹发现了丽莎 她利用一个箱子成功将其解决 然后拿走了她的武器还有对讲机 利用闪光弹布治好陷阱 最后躲在暗处等待时机 赶来的敌人上前翻动尸体使她顺势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尔之势 将几人全部解决 她用对讲机警告黑老大让她滚远点别伤害这里的居民 黑老大则表示我就不管你能拿我怎么样 就在这时丽莎意外发现了女探员的手机 于是她通过直播把黑警和黑老大勾结的画面 传送到佛波勒的指挥中心 佛波勒得知消息后立刻全员出动 为了逼丽莎现身黑老大抓住一个孩子做威胁 无奈的她只好放下武器走了出去 黑老大并没有立即干掉丽莎 上去就是一拳将丽莎干到 丽莎刚站了起来又是一炮子再次倒地不起 接着再来一脚丽莎直接飞出几百米 就在这关键时刻佛波勒终于及时赶到 黑老大以为是小胡子出卖了她愤怒地将其送去领盒饭 混乱中丽莎拦住了想要逃走的黑老大并将她控制 警长让丽莎放下武器并答应会依法处理 但丽莎不再相信这些法律 面对眼前的仇人她坚决地扣动了扳机 随后利用地形逃离了现场 最后她来到丈夫和女儿的墓碑前如是重负地大哭了起来 老警长也猜到她会来这里并对她进行了安慰 丽莎终于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医院内老警长紧紧握着丽莎的手 临走前意味深长地对丽莎表示 丽莎看向手掌那是一把通向自由的钥匙 电影至此结束